年关将近光复枪老人会13号举办岁末联欢餐会 凝聚会员向心力交流彼此情谊 但随着台湾疫情升温老人会也不敢大意 每个人口罩戴好戴满 到场祝贺的县长徐真卫也特别叮咛老人家 符合施打第三记者尽快到卫生所接种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在长照相弄站老师与长辈们的带领下 全场老人会的长辈们 跟着一起推推手拍拍头做运动 欢度一年一度的岁末联欢活动 就是让大家年纪虽然渐渐大了 但是容然每一天过得健康又快乐 又感觉到有尊严 年关将近光复枪老人会 举办一年一度的岁末联欢活动 地方各级长官、县议员、敏黛等长官、贵宾 也都到场共享胜举 陪伴这群老宝贝们的同时 也不忘叮咛祝福 希望就是今年的疫情赶快退散 那我们来举办容重一点 盛大一点的歌唱比赛 让大家欢乐欢乐 我昨天也是跑去打疫苗了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长辈 那时间得到你打的时候呢 也就是直接去那个先替医院 然后去打疫苗 我们一定要把身体顾好 台湾疫情逐渐升温 老人会也不敢掉以轻心 失明制登记量测体温与消毒之外 每个人更是口罩戴好戴满 专程赶来参加的县长许真卫 更是不忘叮咛每一位长辈们 尽快施打第三剂疫苗来抗议 10月20号以前有打的 现在可以打第三剂 第三剂然后那个新冠疫苗可以打咯 所以我们在这个光复箱 就可以到卫生所来打 好吧 卫生所那里服务很好 欢迎大家一定要出来打第三剂 另外花林县老人接家庭关怀协会 今天中午也在瑞瑞乡举办 111年老人保护预防性服务 独居集中高风险 老人个案关怀计划之春节花连县南区围固活动 特别赶场参加的县长许真卫 不仅当场高歌朝日气氛 也共同为思维寿星亲身现场气氛热络 记者是玉兰光复瑞瑞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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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